之后,老师后头还有话,我教你五年,换句话说,五年之内你要决定遵守。 五年之后,你可以去参学。 参学就是什么人讲经说法都可以听,什么样的书你都可以看,就是完全开放,这个五年是决定不开放,要听他一个人的。 诸位想想什么道理? 培养你的清净心,没有别的。 听两个人,刚才讲两条路,听三个人,三条路,你自己没有主宰,你没有能力辨别是非,没有能力辨别邪正,没有能力辨别真假,所以完全听老师指导。 五年以后,你身心清净,烦恼清,智慧长,你有这个能力。 有这个能力,老师如果不开放,老师就有罪过,那对不起学生,有这个能力开放。 开放叫参学,参学是你有能力辨别是非,你听的再多都没有关系,你知道哪一个说的对,哪个说的不对,有能力辨别,这才叫你出去参学。 参学成就后的智,在老师会下的五年,老师的责任是帮助你成就根本智。 根本智是什么? 班若经,上讲的班若无知。 所以五年老师教导,是要成就你无知,也就是此的讲的无念,无相,学的是这个。 你根本智,无知成就了,班若无知成就了,老师把门打开,让你去参学,参学成就什么? 后的智,摩索不知。 班若无知,摩索不知,摩索不知是参学的来的。 我们读,华言,华言经,善才童子五十三餐,大家都知道。 善才的老师是文书施力菩萨,他在文书菩萨会中成就根本智,也就是成就无知,成就清净心。 得清净心之后,文书菩萨就劝他出去参学,是五十三餐。 第一位善知识德云比丘,德云教他什么?念佛法门。 五十三位善知识,每一个人所学的法门不一样,他统统都参访,他不妨碍,他自己有主宰,样样我都懂,样样不执着,那个文念的非常有味道。 末后一段,练德理词,练德是谢谢你给我的成就,让我尝智慧,词是什么? 我不学你这个法门。 你的法门我懂不懂? 懂。 要每一个法门都懂,我并不学你的法门,我还是学我自己一个法门,念佛法门。 你们能看出善才念佛,第一个人教他是念佛,我们讲先入为主,到最后一个,第五十三位善知识是普贤菩萨,十大愿王倒归极乐,他这个参学很有味道。 一个开头,一个结束,这两个最重要。 这就是说明,善才童子自己所修的,自始至终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。 当中无论参访多少法门,样样都听,样样都观察,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,从来没有改换过。 我对于念佛法门相信,是从这个地方得到的,是的,华严经,的启示,文书是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, 普贤菩萨也是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,善才是他的学生,哪里有例外。 所以善才是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。 华严经,的确是其位无穷。 参访善知识叫参学,自己没有根本智就没有资格参学,你到外面听人家讲,随听随跟着人家转,心被外境所转,这种人不能参学,参学就坏了。 真正有资格参学的,像,冷严经,上讲的,若能转静,这就有参学资格。 不被外面境界转,而能转境界,这才有资格出去参学,那就是广学多文。 很多学佛的年转人,在这里产生了很大的误会,认为学佛一定是要广学多文,没错,四红试院上面的,法门无量试院学,我是应当要学,那是参学。 但是法门无量试院学的前面一句,你忘掉了,烦恼无尽试院断,烦恼断掉才能够学无量法门。 刚才讲烦恼断掉了,就是根本智成就,根本智就是理念,烦恼没有断,不能学法门,学得越多烦恼越多。 不能清净很多善知识,清净很多善知识,是非很多,中国古人常讲,识人多处是非多。 心清净,接触人再多,心还是清净,一点是非都没有,那个可以,你有资格去接触大众。 心被境界转的,认识人多不好,有障碍。 你知道事情多,你烦恼就多。 不但知道事情你生烦恼,知道经多了,烦恼也多,所以经都不许知道。 为什么教你学一部经,不准你去看第二部经? 真正好的老师限制你,不准你看一切经,为什么? 生烦恼。 佛在这个经上讲空,在那个经上讲有,释迦牟尼佛到底是空是有。 搞得我一塌糊涂,连佛都怪起来了。 他不知道佛说空说有,说的对象不一样, 这个人执着有,佛就讲空,破他执着而已,那个人执着空,佛讲有,破他只有的执着,佛有没有说法,没说法,破众生执着而已,佛哪有法说。 而是我们执着,听说佛有就执着有,听说佛空就执着空,你说糟糕不糟糕。 这两句非常非常重要,意思一点都不能错会,错会我们的亏就吃大了。 必须多读大臣,诸位要晓得,一部经经熟之后会开悟。 我们在六祖谈经,里面看到,法达禅师读,法华经,他读了十年,见六祖的时候,顶里头没有着地,六祖看到了。 他拜完之后站起来,六祖就跟他说,你刚才礼拜我头没有着地,你一定有值得骄傲之处,他就承认了,法达很老实承认了。 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? 我读,法华,三千部,法华经,很长,一天只能念一部,三千部十年,念了十年,法华经,别人没做过,值得骄傲,所以礼拜头不着地。 六祖就考他,法华经,既然念这么熟,法华经,讲的是什么? 他说不出来。 读试读得很熟,法华经,什么意思不晓得。 他反过来请教六祖,六祖说我不认识字,我没有念过,法华经,也没有听人念过,你念给我听听。 法达就念给他听,念到第二品方便品,法华经,二十八品,念到第二品,六祖说好了不要念了, 我都知道了,六祖给他一讲,他就开悟。 这个时候对六祖佩服,再拜头着地了。 你才晓得,一步精精熟了,他心清静,他心定了,所以遇到高人,几句话一点,他就通达。 如果你搞得很杂,很乱,没有办法,遇到再高明的人,对你都束手无策。 我们今天学佛范的过失在哪里? 搞得太多。 俗话讲,胸中里面是垃圾堆,很糟糕,再高明的人都没有办法把你清除,把你清理出来,这就说明东西要砖,要经,不能砸。 诸位要记住,佛门有个原则,一精通一切精通。 你不要以为,我念好多才通,那你就完全想错,一样通了,一切都贯通。 六祖没有学过,法华,法华,通了。 一听就通,什么道理? 前面讲了,万法一如,他已经正的一如,所以一接触就明了。 无尽藏比丘尼一声念,涅槃经,涅槃经,念得很熟,意思也不懂,他念,六祖给他讲,他开悟见性正果。 我们在古人这些学习当中,你要细心去体会,他为什么能做得到? 我为什么做不到? 我学杂,我学乱了。 人家学的是专精,一门深入,他真入进去了。 希望我们寄取这历史的教训,古大德成功的教训,我们寻着他的路子去走,他走通了,相信我们自己一定也能够走得通,这个非常重要。 现代时代不一样,师生的关系跟从前大大的不相同。 李老师虽然对我们这几个学生,还是寻用古老的方法,但是已经放宽太多。 我们现代人所谓是求知欲望很旺盛,老师教我们学一样东西,我们不甘心,不情愿。 老师也知道,知道我们的想法是错了,他的法子才对,但是我们不甘心,不情愿,不能接受。 于是老师也就大开方便之门,这方便门怎么开? 只准学一部经,一部经学会之后才可以学第二部经,他给我们开这个方便门,可以多学几部, 但是一部学会才可以学第二部,一部没学会不可以学第二部。 什么叫会? 什么叫不会? 他老人家的标准是上台讲经,上台讲过,你可以学第二部。 譬如我学,弥陀经,我正式大作讲过,弥陀经,他才算你这一部经学过,你没有上台去讲过,不算学过,上台讲过一遍,你可以跟他再学第二部经,这就是大开方便之门。 古时候